好 子伯 请 这一点有点像韩鹏 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王可真 听说他立了一块支持杯 把这次演习失败的败绩 磕在了杯上 放在他们的军事馆里 引起了不孝的争议 有 这事我没听说 你怎么认为 我现在还吃不透 王可真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在他们的总结报告中 只字没有提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这次失败 还有危机团队单位 退职宣布他的禁止命令 对他的出动也不小 王可真这个人光没磊落 敢顶撞 也敢撞实断腕 他要想通的事 啥事都好数 他只要是想不通了 那也是个难办得住 不过有一点 君子气侠与菠菜 壮士断腕与劝志的意思 都有什么争议 有人说他这么做 是往808旅的光柔力身上抹黑 放在军事馆里 是对荣誉的玷污 是对仙烈的亵渎 还有人说这是王可真 个人在作秀 希望上级首长能够出面 让他把石头给搬出去 王可真如果把这个秀文做到底 那也行 我们谁也不要出面 我们要是出面 反而那是作性